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试说每日食用1500倍克的村子 究竟我们的细胞纪录中了这个幅射 而发现癌病变是完全没有人体做测试的 是不会有人愿意做测试的 用一条命来搞飞 所以现在这个1500倍克完全是一个逻辑 之前可能有用老鼠或者兔子做测试 来做一个服用性 看有何时有个痫癌的发生 但是兔子或者老鼠和人体的体質始终不同 所以有些食物的因素它突变的问题 可能不是这个指标或者是某年某日的 每个人的基因都不同 可能有些人可能10年才病变 有些人20年有些可能几年的病变 所以第一 以这个1500倍克的行为来说是不可以作种的 因为人体始终是每个人的基因不同 而且最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合格的废水不是一个穿的问题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放射性的物质 有点129 色137 有碳14的同位数 有C的90 它怎样过滤中和也好 这些这样的辐射的微量物质一定是落到海洋那里的 那你记得一下 其实海洋原本是一个生态环境最重要的一个 大自然的母亲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这个海洋也受过污染呢 其实你某个程度 所有的食物链都会受一个污染的 它现在这个合肺水倒入这个海洋那里 基本上六至七年左右 全地球的海洋都会受这个所谓合肺水的污染的 是行不行的 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生态环境之中 是每一个食物链 一条鱼啊海藻啊 任何的大小鱼 都有这种所谓的放射性物质影响 就是说如果一个统计学 不要说六七年后 三年后 其实我们一般的海洋食物 它已经有所谓的所谓的 所谓的所谓的合肺水的物料 全部是存在着的 那我们每天都在食用这类的海洋的生物 那你想想发生什么事 其实呢 现在是日本出现了一个事故 但是现在要承担一个责任 就要全球的人类 就和日本人承担这个责任 日本人呢 今次这种做法呢 其实是很自私的 是很不负责的行为的 但是很奇怪的 有些所谓的大国 比如美国、英国、欧美国家 反而就没有谴责到日本的 好像是事不关己又棋不奴心 那其实坦白说 其实它这些 我们叫做很眼前的 因为在六七年后 其实它们当地的国家 海洋在左边都有这种肺 的合肤射都会影响着的 是走不走的 所以这里我都会讲一讲 如果有些人士 你有一种的心态感觉 这些所谓的放射性的物質 落到海洋之后 说可以稀释到它 其实你真的有些幼稚的 不要介意这么说 那怎么也好 如果所以你几年后 其实海洋的所有的生态 的环境受破坏之余 那在我个人来说 你重量就不要吃海餐的了 如果在头一年 其实呢 就是这么说 未去到世界的污染 你还可以吃外国 就是不要在亚洲区的生态 或者海产类 但是在三年后 其实呢 所有的生物 海洋生物 都是受污染的 包括那些所谓的海草 海大 那些组类的海洋生物 都有这种污染 全部都是有种毒性的问题 那样 如果你说 那这种问题 我怎么回应呢 你说怎么做一个自保呢 最简单 如果说 在这个早期性呢 你任何的日本的食物 不要说就是海产 应该连那个水果类 你都逼一逼 不要吃好些 因为你其实呢 在一个叫做交叉污染之下 它谈到海洋 那有些所谓的肥料啊 或者生态环境 那个用那个物料之中 会不会在那个植物上受污染呢 其实呢 一定有的 所以凡是日本 那个当地所出产的物种 我都建议你 就最好逼一逼去 不要食用 还有这种东西 可能有些人说 它现在不是啊 在香港政府行 或者有些指引 用一些探讨它们的 那些辐射的物料呢 的仪器这样监察 看一下它有没有辐射的含量 那大家又记住一样东西 固然呢 这类的探测辐射的仪器 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它有时要达到某个指标的浓度 才能检测到的 如果它的辐射的含量 是很轻微的 刚刚是窄界 其实也检测不到的 甚至乎因为有个问题 通常它是检测这类的食物 因为它有个包装纸 在那里 有时包装纸 它在外界这样检测 又不是直接插入食物物料那里 那个检测性 也是有一种隐忧 未必是最可靠的 如果检测到的数据 一定就是那个食物的超代表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 最好一点 就是一刀切 任何日本速刹的东西 都比较不好吃 最好 如果回到我们的自保 除了备这类食物 坦白说 在那个食物的源头 多或少 可能在其他不知名的原因之下 污染了这些 并多或少 又或者有些人士 他可能都说 有时可能真的喜欢吃日本某类的海产类 如果我真的食用的时候 我有没有一些方法 同步吃的时候 有些解毒的效果 或者将这些放射性的物质 可否带出来呢 那你有些营养补充品 可以建议服用这样的 好了 如果在我们营刊社 现有的营养补充品 又可以针对这些所谓的 放射性的物质的效应 如何来降解它呢 有成八种至九种的 那我说大约 现在我们应用中 又可以有效益的 而且在那个 临床上 它是做到某些解毒的效果 的营养补充品 那首先呢 有一个叫做 荒叶毒痕草的 我们的肝肿 其实是有两个解毒的机制 那其实如果说解毒机制 是第二个解毒的机制 就比第一个好 而荒叶毒痕草 就在第二个解毒机制 就做一个解毒的机能 那它怎么做呢 譬如有些食物 是煎炸的食物 或者是含有些放射性的物质 的食物也好 那这些有毒的食物 那时候 其实肝肿会detect到这些物质有毒 那它会进行一个解毒反应 就排出去体外 但是在这个解毒过程之中 其实呢 如果那个肝肿没有营养补充品 就支持它 它解毒的同时之间 就在中毒的 那所以如果你有这些营养物质 你可以加强这个肝肿解毒之外 又可以保护肝细胞 就是用这种物质来帮手解毒 不用用肝功能来解毒 可以保护肝细胞的抗氧化能力 不用伤害肝细胞 而荒叶毒痕草就是在做这个机理的 它可以强化肝肿分泌很多的酵素出来 就是将这些有毒的物质更快通过胆质酸 或者通过尿液 通过汗液就排出去体外 最重要是通过胆质酸 还有将这些有毒物质 平时是溶不到水里面的有毒物质 它就加强溶在水里面 通过尿液排出来 这个机理就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这些有毒物质 你排不出去 身体不断重回再吸收 如果这些放射性物质 进去体内的细胞 就会长期吸收 就会细胞异变的 就是说能够更可能之余 将这些有毒物质 就更快排出去 体外最有效用的 不过先记住一件事 始终排毒的效应 都有一个极限的 就是说我比例这么说 你吃了一份放射性物质 你不能够是100分 将完全放射性物质 就排出去体外 因为你在吸收的 食用的同时之间 其实已经在吸收 去到肝脏的时候 其实有一部分 已经入到我们的细胞 而且这么说 这些阅毒性的物质来说 排毒的时间就要久一点 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这个漏网之余 都进入你的血液 给细胞再吸收 所以在这个解毒机制 能够有30%至40% 或者50%降解毒 应该是不错的效应 如果说解这种有毒物质 让它快点推出去体外 这个宽药独行组 就是首选的了 不单止是这种 辐射性的问题 例如你产了很多 人工色素 化学性的物料 甚至有些人做化疗 或者放疗的有毒物质 其实肝脏都可以 将这些过多有毒的物质 都可以在降解部分 排出去体外 所以首选 第一就是 荒叶毒痕草 而且荒叶毒痕草 在西班牙医学临床 它证实了可以对癌肿瘤 有些细胞疑变 可以令它萎缩的基地 所以这个营养补充物 一物易用 如果你本身是 吃了药毒物质 或者放射性物质 可以帮助解毒 又或者当事人 有些不知名原因 可能已经有隐藏性癌的病变 这个产品可以某个程度 和你防一防癌 好了 这是第一个产品 奶酱 羊酱 农脂蛋蛋 和黑萝卜 那这个 本身这个组织 应该做了一个缸解毒的机制 那我现在有一个升级版的 那叫做金钱草 加密 如果你说是針取放射性物质 我建议用这个升级版的金钱草 配方是更好的 那这个五个配方协同效应 第一 就可以加强体内 分别一种叫做谷缸金带 和一个叫做超氧化物 其化煤 那这两个抗衰脑的酵素是很有用的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 迫不容易被这些辐射 或者有毒的物质破坏的 还有可以降解外 看来一种叫做应激反应 就是这种是 因为如果你种这些辐射性的物质 都会产生的氧油来机反应 那本身来说就是 谷光金带和超氧化物其化煤 可以清除看来这些自由基 自由基都会有化我们的癌 那个产生的 还有可以加强我们的细胞的治疗能力 如果有些人 就是说长期吃了这些有毒物质 或者细胞已经有病变 尤其是肝功能已经有病变 那本身黄金带都可以 将肝细胞提升它的治疗力 也可以加强我们的细胞解毒和排毒的能力 那我建议就是这个产品 黄金带金带草的配方 可以和那个荒叶独行草一起服用 效果还可以提升它 而另外有些营养补充品 它是保护细胞壁 是没有那么容易被那些 辐射的物质养化它 譬如我们所说的百利露崇 或者强效抗氧化配方 百利露崇在现代医学 证实了它刺激了一种长寿基因的细胞 DNA活化了它 让它的细胞没有禁止衰老 另一个特性 本身我们仍在用这个百利露崇 它有一个抗氧化指数 是一个高浓度 达到比世卫的标准更高 是达到7500以上 抗氧化指数 那有什么用呢 这些抗氧化指数 就可以针对身体的养育 游离基对外的细胞的破坏 尤其是现在它对那个细胞壁 可以令它受中毒的风险減轻 所以如果你的第二个营养补充品 你可以考虑什么 就是这个百利露崇 又或者强效抗氧化配方 同样的强效抗氧化配方 里面有7种的营养物质 就是有洋葱素、绿茶素、流生酸、姜黄素 它可以加强我们的细胞壁 就是一个抗氧化的机能 没有那么容易被那些所谓的 有毒物质或者放射性的物质破坏 还有另一个效益 它也可以产生养育的反应 这个就是保护细胞逼的效益 就是强巧抗氧化配方 和那个百利露崇 让细胞没有那么厉害 对它破坏 但是它不能够把这些 複射性的物质带出体外 如果你将这些複射性的物质 带出体外 就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黄金光 和氛热毒行草 而能够把有毒物质 或者这些複射性的物质 带出体外 除了刚才所说的黄金光 和氛热毒行草 有两个营养物质 都可以将某个程度 就是那些複射性的物质 带出体外 但是它的服用性 就是要同餐服用的 那比如 譬如你去写个线食 你真的写一个 知道或多或少 可能受到一个 複射污染的日本海产 比如那些三文鱼 或者是那些蝦蟹也好 那这两个补充品 你要同餐服用的 那第一个就叫做 有机发酵 甘蓝填菜汁 那里面的物质 本来说就是一个甘蓝和田菜 它发酵了之后 有三个双菌 那在这个发酵过程之中 它含有一个叫做 醋酸和乳酸的 那你如果同餐服用的时候 它是能够将 20-30的那些蜆食 叫做有害物质 是带出体外这样的 那它又不是完全清除 但是它是能够 某一部分 带出体外 但你吸收不到这样的 尤其是它的醋酸和乳酸 这个物质 很特别的 是一种强检性的食物 它可以将它看出 酸鹼不平衡的血液 在它平衡它的间性 那这个物质来说 这个甘蓝填菜汁 又可以加强 我们细胞的抗氧化 解毒能力 那这个产品就是它的特性 也就是说 它有几个效益 第一 就是可以将 你善食里面那些有毒的物质 就通过这个甘蓝填菜汁 一起食用的时候 是将某部分 带出体外这样 同样地 它本身的抗氧化效能 因为草酸和乳酸 可以令我们血液 去到一个简性 那样的 你血液去到简性 如果你是有些 辐射性的 有毒物质 对外来的 因为草酸和乳酸 那时候 你抗氧化的机制 可以提升 即是加强身体的 那个简性的机能 那甘蓝填菜汁 就是在这方面 做它的效益 而另一个营养的 补充品 就是那个叫做 苹果果胶 那我们在用这个 就是德国的苹果果胶 那苹果果胶 又是什么 又是你同一餐 一起食 那很特别的 原来任何的 果胶纤维 不一定是苹果果胶 的 果胶纤维 它是一种好像黏液的东西 好像一个海绵 你和你任何的 善食一起食用的时候 其实它是将你 某部分的善食的物质 是包裹着 之后 就带出去体外 就是这么说 譬如现在你在善食那里 你吃很多有纤维 或者脂肪酸 炭水化合物的食物 或者是蛋白质 其实有30%至20% 是被那些 这个果胶纤维 就包裹着 是吸收不到 在通过分辨排出来的 就是说 你服用苹果果胶 这类的果胶纤维 它的基理就是 如何将这些放射性物质 带出来的 就是将你的食物 包裹的部分 拿出来体外 那原本这种的果胶纤维 是对那些糖尿病人 建议服用的 让它那个 澱粉质 吸收少些 或者那些油脂 就吸收少些 通常煮的 油都是不健康的 那通过这个 果胶纤维 包裹的部分 带出去体外 相同地 減香热量单位 吸收 又或者是不健康的 脂肪酸 吸收少了 而服用这个产品 对这些所谓的 血脂高的人 是有效益的 但是对现在 你所谓的 善食那里 如果有些有毒物质 某部分都可以 通过这个 苹果果胶 大触部份 除去体外 尤其是服用苹果果胶 主要的 任何的果胶纤维 最好就不要 和矿物质一起服用 譬如有些人说 我吃果胶纤维 苹果果胶 这么说 同期间 他可能又吃这些 概格美肋的 矿物质 或者维生素 B 或者A C 其实果胶纤维 他不会分辨 是好还是不好 他一样将这类的 果胶 即是果胶纤维 将这类的 矿物质 会带出去体外 所以 苹果果胶 有种特性 可以排重金属 也是这样的原理 因为金属梨子 也是矿物梨子 他不懂分辨 这些是重金属 这些是健康的金属 概格美肋 都是金字边的 大家几样 都是一种金属梨子 所以 如果有时候 我们就说 你想利用果胶纤维 最好就是 同餐食用 最好就是 不要跟其他的 矿物质一起吃 不然 就将你的矿物质 卸掉 而且食用果胶纤维 有一个巧妙的 如果你不懂得 反而是不利的 你食用果胶纤维 那时候 要喝大量的水 不然 他不懂得在膨胀 在那个腸里 反而去到一个 结功的程度 你多喝点水 那个果胶纤维 一定会膨胀 通过水 他才会有一个 海绵状 如果你不给水 他最 製造不了海绵状 反而有些便秘的问题 会产生 所以食用性 有点复杂 这个就给大家知道 就是苹果果胶 那怎么来一个排毒 而另一个有效益的 又可以做一个 针对这些所谓的 辐射性物质 而引起我们 可能产生自由基的反应 你可以有一种仪器 那个叫做氢气基 氢气基就是放氢气的 那有什么用呢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我们所谓的 放射性物质 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 它会破坏我们细胞的DNA 它会产生一个突变 其中有另一个问题 这个放射性物质 它会令我们的细胞 会产生自由基的反应 因为我们细胞 其实很多叫做电子核 通常就是成一个双素 那这些电子核 如果被放射性物质 照过我们的细胞 或者是我们的细胞 受这些放射性物质感染了之后 它周边的细胞的电子核 就可能没有了 变成一个单素 这种叫做自由基的反应 这种叫做自由基的反应 这种叫做机理的复杂 大家明白 总之自由基的反应 就是细胞的电子核 变成一个单素 变成单素之后 怎样呢 那这个细胞 要么是暴响死亡 要么是细胞异变 一个癌的病变 这个所谓的电子核 不正常是差点电子核 现在我们所谓的氢气 就是放一个氢气的电子核 可以综合这个氢气的反应 让它由一个单素变成一个双素 稳定这个细胞的电子核 那它就不会产生異变 或者死亡 但是它说如果破坏DNA的细胞 那这个氢气就不是做这个效益 如果想保护细胞DNA的效益 就是应该是哪些 比如说我们那个氢气的氢气 都可以的 因为氢气的氢气 它里面就含有一个就是 氢气的氢气 和那个氢气的氢气 那氢气的氢气已经是证实了 可以刺激那个叫做长寿基因的 和可以活化我们那个细胞的粒线体 所以那个DNA是没有那么容易受外界的破坏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考虑到直接 就是保护我们那个细胞DNA 不要给它复射来破坏的那个 就是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做 诺加热灵素 那里面就含有一个叫做 诺加因子 和一个白黎露素 那这两个营养的补充品 就可以保护细胞DNA 没有那么容易受那个 复射来破坏的 那所以营养的补充品 就大家一个考虑了 那所以 就是某个程度来说 你起码要服用最少两种的 就是有一种就要最好排它出来 有一种就是 在细胞的保护字 去细胞壁 或者是保护细胞DNA 不要受那个复射的影响 等于意义变这样的 那经济的破坏 甚至乎可以吃三种 那你就应付自己的经济 或者你生活所需 日常生活 你在善食那里是怎么样吃法 你是容易吃到 受感染的海洋的生物那些 喜欢吃海产的 建议你吃三种了 如果你吃得很清的 大部分都是很少海洋的生物那些 那你可以吃两种 或者一种都可以 那刚才所说的营养补充品 我就发布在群组那里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